好,我们来看那个17页 好,17页 好,17页我们来讲最下面那个 对不对,下面,我们的那个投资组合的 一个return,中间那个例子 它总是在算那个你的投资组的个别的return 对不对,请看17页中间 17页中间的话呢,它现在是有两种 对不对,有两种 那你的投资组的报酬率的话呢 那就是两个的加权 加权 Sodis呢,你看它的RF是 RF是RP是 Let me see,RF是5% 对不对 好,然后它现在市场是11% 所以它,然后再往下看 那standard deviation的话呢 Sigma M是20% 然后它叫你预期算它的return 是25、75跟125 所以它分别投资了这三个组合 有没有 所以首先你要看它的权重 是25、75、125 然后再算个别的ERP 那它就跟你讲说 它要你算了预期的投资组合 是怎么去组合的 OK 好,那你看第一排 第一排呢,0.75是什么 0.75 ERP的话对不对 0.75乘5% 5%是RF嘛 再加上0.25 因为你的WM是25% 那Market是11% 所以第一个状况是说 75%是买RF嘛 然后25%是买什么 是买市场这样子 所以状况一是 买75配25 那你这样投资组合会6.5%嘛 状况二是 25%是买自由的 买free的 那75%是买市场 所以各种排列组合之下呢 第三种的总投资报酬是最高的 12.5% 所以它就权重 它的权重 那你说老师我可不可以买 三种买四种都可以 所以不管几种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你的权重 Sigma对不对 权重乘以它的预期报酬 这就是你投资组合的报酬 所以报酬比较简单 那风险就是早上讲那个Raw 等于正一负一跟之间 这三种再来 好第四点呢 第四点的话呢 它在强调风险有几种 风险有两种对不对 好之前讨论过 一个叫系统风险 一个叫什么 非系统风险 非系统风险的话又叫做特有风险 可多角化的风险 可以分散的 可分散风险 跟公司特有风险 好 那系统风险的话呢 系统风险是什么 系统风险是每一家都会 都会都会遇到的叫系统风险 逃不过的 像很有名的SARS跟金融海啸 系统风险 每一家都会跌的 叫系统风险 每一家都会跌 那你逃不过 所以不可分散 不可分散 又叫市场风险 那系统风险它是用什么值在衡量 什么值 β值 是β值 那总风险是用什么值在衡量 Sigma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两种风险的结合呢 就是系统加非系统 这两个风险 非常非常 这很清楚的 非常有 来请看18页 来18页 好 所以呢 它的上半部就是非系统风险 下半部就是什么风险 系统风险 那统称什么风险 总风险 总风险 好 第五点不重复了 第五点 好 再来 同学同学来请教一下 请教一下 要跟各位讨论一下 像当我写这个的时候呢 是不是 这是什么 是campaign 是campaign 对不对 那这个是单因子还是多因子 这个是什么 单因子 对不对 什么叫单因子 他现在只考虑到一个因子 对不对 这个叫结句嘛 这个叫系数 那这个是他的一个因子 是单因子 对不对 这个因子叫市场义筹 你觉得这样子够吗 是市场义筹 是不是 那如果两个变数就两个因子 三个变数就三因子 那还有很多变数叫多因子 这样子 所以呢你可以再加别的东西 那有的就再把它批判一下 说这样子不够的 不够的 那你再加一个 现在后来又推演出什么呢 推演出呢 这样子 前面都一样嘛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样子 所以后面再多加一个 就变二因子 这样子 那这个因子是什么 就看你focus在什么 因为很多人在批判campaign campaign是老梗的东西的 因为的硕论啊 什么或者是投资 国际对门写campaign 大概不会中 知道吗 因为很老梗的啦 说实在话 那可能他有创新 还是campaign哦 还是campaign 因为去年的奖是说 OK 短期内 你的资产的产生 你但长期的计算 是长期资产 是不确定很准 所以他是哪一个奖 经济学吗 经济嘛 对 对对对对 OK 那campaign其实 campaign他是一派中 是没有错 那如果就看他focus在long term 其实他们那个奖 就看你今天的reviewer跟editor 是倾向什么 所以如果你们要投国际期刊 有个妹妹咖咖 你要先看那个期刊 他比较focus在哪一块 讲白话 他比较喜欢哪一块 知道吧 还有他的写法也不同 写法不同 那基本上呢 这个是很多很多 针对他是诸多批判 有没有 那有时候徒弟会批判师父 师父在跟徒弟那个 就是两个 会一直研究研究出来 不是坏事啊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他又加了一个通膨 这个就是只考虑系统风险 对不对 那这个又加个通膨 所以他又考虑到 看你要考虑什么 流动性义筹也可以 所以他这个是流动性义筹 流动性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个课本第六页 第六点 第六点的话呢 他这就一个回归式嘛 对不对 回归式 那回归式的话 他又加了一个这个叫多因子 多因子 那多因子就看你呢 是要加什么东西 那最有名的是三因子 刚刚又好讲了三因子 只要是一个以上就多因子 对不对 那三因子的话呢 它是指什么公式在这边 你看几个factor就几个因子 那看你focus是什么 假设你的第一个factor是earning就earning 第二个是成长率就成长率 ok 那很有名的三因子的话呢 是发码 就是呢 他们他们所创的 所以呢 他的第一个因子还是系统风险 第二个因子的话呢 你可以记一下 如果有考的话 是第二个因子还是 第一个还是有 对不对 这个是三因子 三因子的话呢 第二个是那个规模效应 size premium ok 你写在第六点的旁边 第六点 第六点 它这是小公司的报酬率 减掉大公司的报酬率 他这个有规定 他觉得小公司的报酬率比较高 那一般买小型股 说实在话 报酬率可能也会比较 活动性比较高 这个叫做规模效应 这是三因子里面的第二个 规模效应 在第六点 有没有看到 第二点它没有写是什么 第六点是多因子 多因子 然后只是说有一个叫三因子的 三因子的话呢 第二个呢叫做那个 价值意图 ok 再来 价值意图是那个 book market 高的 减掉低的 这个叫价值意图 这样子 sodes呢 它就是把这些因子呢 就三因子是指这个 不能乱写 一个是系统风险 一个是size 这个会考 一个是规模 规模意图 一个是价值意图 ok 那 就是一个一个衍生嘛 这个叫什么因子 单因子 对不对 这个叫二因子 那二因子如果这个放的是流动性意图 就流动性意图 还有个叫i campaign i campaign i campaign的话呢 i campaign的话 小朋友请听 i campaign i campaign这里就变i 或是w world 就是世界性的这样子 所以这个叫 如果是本家市场叫做m i campaign叫做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campaign 所以光campaign这个东西 就有好多好多的一个衍生 那还有呢 还有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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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头拉股因子 我跟你讲 什么通膨率啊 成长率啊 里里口口率 对不对 那就是赫赫有名的apt嘛 apt 就是apt就是那个套利定价 apt ok 所以在这边呢 就跟你讨论 它不是只有一个因子 可以有很多因子去看 ok 在18页最下面 同学 现在要跟你讲beta怎么来 beta 所以老师 beta不算来的吗 是不是 beta不算来的吗 那其实呢 在实物上呢 你这样怎么算 所以你又有个回归式 请看18页最下面 18页 这个叫市场模式 听好哦 市场模式 So this呢 它的 Y 我们常讲Y 讲XY 对不对 这个是return 某一个资产 alpha 对不对 拮据嘛 再来 然后呢 它现在是beta 就这样子 epsilon 对不对 ok 再来 好 那基本上 小朋友 这个叫市场模式 为什么叫市场模式呢 同学你有听过回归式吗 回归 你知道这怎么抓吗 回归式 这一排 你就用Excel 去查 有个叫TEJ 台湾经济新报 如果你以后呢 要做相关研究 你以后分析师可能会做相关研究 这是R 它的return 那return怎么去set 你要给它公式 比如说你是要 今天的股价 减昨天的股价 要处理昨天的股价 这样子 这是常用的嘛 ok 那这个就市场 这个跑进去 这样聊吗 那Excel 你看你 通常这个是用日资料 日资料 那各跑进去之后呢 你就跑到软体去 那你们常用的是SPSS 听过吗 有没有 像老师常用的是Eview Eviews 这个是电脑软体 这软体而已 统计软体 那你就把这些data丢进去 这样了解吗 它自己就会跑出来这个东西 这样了解吗 ok 这个叫残差项 通常我们这个会来定义是系统风险 老师常教过 要先看显不显著 对不对 显不显著 然后再来看呢 它是正相关和负相关嘛 所以呢 这个是系统风险 通常这个呢 很多定义是定义成非系统风险 而且在统计学都叫残差项 残差项就是个别的嘛 不是他不是那个 所以用这个是因为是市场 用市场来的data 所以这市场的报酬 那这个是个股的报酬 这样子 那这样跑出来之后呢 这个 这个是变数嘛 对不对 那你看有几个变数 所以这个是按照市场的 市场的data来的 所以这个叫做market 这个叫做市场模式这样子 市场模式 这就是一个简单回归 为什么它就几个变数 一个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模式 OK model再来 好 19页 如果是算来的呢 就是呢 就是早上讲的 19页 beta值呢 一定要会算 一定要会算 不好意思 关一下 等我一下 好 beta一定要算 它是肉 然后呢 分子是sigma i 分母是sigma m 所以beta值呢 你们考试是算来的啦 那可是呢 你们那个以后 你真的要当分析师 是自己要去跑data的 这样子 是跑data来的 那如果不想跑data的话呢 那你就要会善用资料库 目前最有名资料库是台湾经济新报 如果你用得到的话 OK再来 好 这是19页 19页 19页是套公式而已 好 同样我们翻到20页来 20页 20页呢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 证券市场线 对不对 上面那个图可以不用看了 主要是下面那个 下面那个图叫证券市场线 那它的 它的横轴是beta值 刚刚有说过 然后呢 第10点打信号 第10点 第10点一定会考的嘛 第10点 第10点呢 campaign的假设有哪些 campaign 第一个是 大家都是风险 风险的那个厌恶者 风险 那通常都是要求呢 如果是高风险会高报酬 这第一个假设 那假设就是它的假设 所以你要记一下 每一个model有它不同的假设 第二个呢 是效用极大化 每一位投资人都追求效用极大化 那它可能会有任何的投资组合 再来 第三个呢 它是one period 这是它的一个假设 第四个 第四个 这个叫同值预期 同学 同值预期 同值预期是指什么呢 所有投资人权的交易 所有投资人对它的资产的 contrôle跟风险会有同样的 就是呢 他们的预期的数值都是相关性的 一样的 所以它的左 jacket跟它的相关系数之间呢 是每个人的算法都是一致的 是同时预期 第五个同学这个是什么意思 经济学有学过对不对 这个是完美市场 就是他们他的假设是一个完美市场 完美市场就是市场很完美 对不对 多完美 没有税 没有交易成本 都没有 不太可能 所以还差很多人把它批判掉 那其他的 你说他得到诺贝尔奖对不对 那一定是他的 他的理论基础是对的 可是就是要hold住这些假设 这些假设在long term可能可以 可能在短期 现实社会是不太可能 OK 这个是完美市场 第六个 他资产是可切割的 就是他可以分成RF跟Risky 然后最后他一个竞争市场 所以这是他的假设之下 OK 11点也讲过了对不对 11点 今天比较SML跟什么 CML这两张 OK 所以早上有说过对不对 SML跟CML千万不要弄错 千万不要弄错 这里标这个是什么 CML对 这里标这个是什么 SML对不对 千万不要弄错 这边是在讲什么组合 投资组合 这边是在讲 那个campaign 是campaign 对不对 OK 所以这两张 这两个图呢 是不同的主题 不同的主题 OK 再来 好 请看二十二页 二十二页 二十二页 我们来看第一个 他现在expective return是16% 对不对 RF是8% 他的betas是1.2 所以他要你求呢 expective required 所以top campaign就好了 RF是8% 要小心哦 同学请注意 他那个16%是market 今天要是跟你讲是premier 同学不要再减8% 这样了解吗 如果他跟你讲是premier 那就表示一筹 所以不要再减8% 这样的吗 OK 不要再减 再来 好 再来 第三题 第三题也是一样 他的那个expective return是16% 又来了 RF是8% 套公式就好 然后呢 betas是0.7 也一样 不要再减 不要再减 再来 那第三题 第四题再跟你讲什么呢 讲呢 同学 他现在 一个投资组合 对不对 他30%是debt 70%是equity 那这个叫WACC 这个叫WACC 他要你求什么 30%是debt 70%是equity expective return是12% RF是4% 那他要求MPV 对不对 如果是呢 after tax cost OK 投胎起来 投胎起来 再补充一下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WACC的概念 有没有听过 以下一个案子的话 请听 如果你是这个案子 是跟公司的风险很相近 那你就必须用WACC来去折现 这样的吧 那什么样WACC 什么样WACC 对 就是呢 加权平均 资金成本 如果你这个案子呢 是自己创新的 那可能有自己个别的风险 那不用WACC 知道吧 那你这个案子 跟公司整体营运 是很相近的 那你用WACC W 然后呢 国语叫加权平均资金成本 这样子 那我们家一家公司的资金 有几个来源 第一个是什么 IFERS之下 IFERS之下 什么叫IFERS 什么叫IFERS 国际会计准则对不对 我们现在debt要摆下面 我们现在一句一的IFERS 公众们讲 equity要摆上面 这样子 那我按照它的权重 乘以它的资金成本 然后来算出 一家公司加权平均资金成本 那这个debt的话呢 是要用YTM 用YTM 不是用面额 是用YTM of course要after tax 所以你要先求权重 权重 所以要YTM 这样子 OK 那这个equity呢 常常就是用campaign来的 或者是用gold 这样的吧 所以这个话呢 就CAPM算来的 这样子 但是这个算出来呢 这个算出来就不用 不用什么 不用税后 为什么 小朋友为什么 因为你举债 有没有税顿效果 有 那可是如果你是equity的话呢 就不用税后 因为呢 股东权益鼓励嘛 鼓励不用税后 OK 再来 那这个权重要小心 要用市值 要用它的market value 用market value 什么叫market value 我举个例子 假如这个part 是100 那我跟你讲 市价是这样子 102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要用100 还是要用102 102 102 那这个呢 股票有好几种价值 对不对 一个是面值 一个是账面价值 一个是清算价值 一个是市价 知道吧 所以你要用股数去乘以什么价 市价 这个权重出来之后呢 这个乘以campaign出来的 这个乘以税后的什么 ytm 来衡量你这个案子的折限率 折限率 所以这个是用wcc算出来的 来请看 来请看那个答案 所以第一排呢 是在算他 第一排在算这个 对不对 对不对 OK 然后他有跟你讲呢 他现在呢 debt跟equity是30%跟几% 是70% 对不对 OK 然后他现在有跟你 你算出来这个是13.6% 然后这个呢 还有算的税后是5% 同学有时候这个要你自己推 这个要你自己推 这个怎么推 这个你就要由价格去推 这样了解吗 价格有没有 价格早上不写过吗 这不是ytm吗 对不对 再加上什么 本金 是ytm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由这个去推 这个要用campaign来的 这个要用市值 听得懂吗 这样加起来才是 你来折那个资本预算 那个案子的一个率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是 财官里面有一张叫 加权平均资金成本 OK 再来 好 这是22页的第四点 第四点 记得要用市值 要用市值 好 我们来看第五点 倒是插一板 请你把这个 那个例子看一下 OK RF是7% Market是15% 对不对 然后看 看那个他的例子 23页上面 他的forecast 预测呢 股价今天是25块钱 然后呢 一年后是27块钱 他发股利1块钱 对没问题 所以呢 你看下面格子的答案 a呢 forecast forecast是你预期的 所以a b c 左边 左边 有没有 左边 算出来是12 17.5 是不是 右边 右边算出来叫required required 有没有 右边是用campaign算的 这个不用讲了吧 campaign算的 这样子 所以右边算出来是15 13.4 16.6 他刚好三种 这没问题 对不对 sorry 这考题嘛 这要来做两题 好 来思考一下 答案 a overvalue 为什么 你可以用试词解释 也可以用例句解释 高估的 没问题 是不是放空 低估的是赶快买 是这样子 那a为什么是overvalue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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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 你这个是折现率 对不对 所以呢 你required是用15% 可是你forecast是用几% 是12% 所以这个折出来会比较低嘛 这个折出来会比较怎样 是高 是不是 所以比你预期呢 你的forecast比你required的价格还要高啊 所以这个会overvalue 是不是这样子 听得懂 再一次再一次 这是用数学来思考嘛 数学思考最简单的 数学思考比文字思考还简单 你这个是用几% 15吗 你这个是用几% 神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